真情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俩要一言回答吗 真情是啥意思 真情是啥意思 我来说正确答 真情是啥意思 大家好 我是竹内亮 住在南京的日本人 大家好 我是赵萍 住在南京的南京人 第一个环节叫速问速答 这是你们在一起的第几年 16年吧 你告诉的是数学不好 还是你的记忆力有问题 第18年 是吗 第二题 你们互相是怎么称呼对方的 赵萍 刘 刘 刘 不要学习口气 找我麻烦的时候喊我名单 平常一般不喊 你喊赵萍也是这么喊 对 一样一样 刘 下一个 你们了解互相的兴趣爱好吗 睡觉 看电影 躺在床上看手机 对 是的 除了工作之外 我看到的你的场景 基本上躺在床上看手机 这没有别的 真没有别的 对吧 那你是坐在凳子上开手机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是谁先表示好感的 我追他 在工作上 我拍记录 我一部纪录片的时候 要采访一个中国人 当时我不会讲中文 所以是要找翻译 然后通过朋友介绍了他 怎么追的呢 怎么追啊 怎么追啊 就不停的就是问他能不能一起去看电影 一起去迪士尼玩啊 过上他比较简单 好 是哪个瞬间决定结婚了呢 交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决定了 我跟他交往才一个月的时候 我带他去看我的父母 他爸妈说又带了女朋友回来 跟你说了不要带女朋友回来的 为什么又带回来 我可能是在他来过中国几次之后吧 觉得还没放弃 因为我爸妈不同意啊 特别是我妈不同意啊 对啊 当时不同意 当时我不放弃 坚持 坚持才有胜利 中国有句老话叫 好女经不住带汗追 幸福 最近很棒 好 第二个问题 印象当中 就是印象最深的 你们两个旅行地是哪里 冲绳 因为第一次我们一起去旅游的地方 对 我住在这里的旅游 对于两位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如果非得要跟520挂钩的话 因为想支持像他那样的人 因为当时我在日本的时候 看到他的努力 看到他的生活 所以就通过我们的节目介绍 住在日本的中国人 坚持一个初衷 可能对于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私心 就是工作 您二位已经老夫老妻了这么多年了 如何制造生活中的新鲜感 就出差 小别胜心欢 出差两个星期 出差一个月 然后回来的第一天 关系很好 对吧 基本上没有吵架 但第二天开始吵架 对吧 我们的夫妻的话 工作也一起 生活也在一起 所以24个小时一直在一起 这样真不好 最近一次说我爱你是什么 我爱你 我说过吗 说过吗 不知道 通过别的方式表现 爱情也有了 但是说我爱你这个词真没有 那么现在 现在 不要 不要 太刻意了 太刻意了 不要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跨国的这个婚姻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说我爱你的话 我爱你无所谓 这很简单 他可以随便说 因为外语的话没有那么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我说 我跟他说爱してる 不行 真不行 爱してる 真没说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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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我说一下我爱你 为什么 那爱して 那你跟我说一下爱情 压倒 老夫老妻不要整这个事了 真的受不了 不需要靠嘴 用行动来表现 对吧 最后就是祝福一下粉丝们 就是520 祝所有的网友们 能够找到自己所认为的真爱 有时候如果你认为单身挺好的 单着也不错 如果大家要谈恋爱的话 女孩们应该要找像我这样的人 然后如果男孩要找女孩的话 要找像他那样 不要追求完美吧 真正的 素材 真正的 但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 要他要改什么 你的这个点不好 你要改 我从来没有说过吧 包容吧 变成恋爱课堂 差不多这样 大家520快乐 520快乐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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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